今天是2022年的10月24日,星期一 本来本来没打算拍片 但今天太大事了,无端端放了一千点 上天我们星期五,美股仍然在说几号 反弹,有放甲出来 可能12月就会放慢加息 但很惊不上 今早早明灯的时候 也已经在说明灯 也不仅是早上 星期六日分别有股友问我 关于20大人士任命的看法 但因为牵涉到政治,我就不太说了 也看到今天有些股友传一些图给我看 股平人都不知道发生什么事 如果你不是很清楚中共的历史 我们国家的各个人的代表性 或者人事的安排 或者根据政治 一般人都不懂得解读 这些我就不多说了 但是今早早也说过了 看到这个状态 一定不是太好 大家会怎样看呢? 今早早说的一个点是 我认为它会反弹 跟外围反弹 然后高位跌下来 谁知道它跌都不跌 假设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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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假设不断 一开波就三百多点 这是一个不太好的象征 为什麽呢? 因为它其实也不弹 直接拿到这些东西 一开波就沽了 你任何货都给它掃了 就给它的股价沽了 这些东西是不太好 而这些东西不好来自的原因 就是今早早其中说的一件事 就是我们做这样的工作 或者我们做一些 或者在一间公司 你找人去做事的时候 你去选择 你找一个什麽人 做一个什麽职位 你一定会考虑很多事情 其中一种就是 我什麽都懂 什麽都懂些 我去做一个计划 然后就有很多 下方的专才帮我 另一种就是专人 有一个很聪明的人 有一个科学家 他可能觉得核能很有研究的 我现在想对核能再做一步的 应用层面上做多些事情 我便可能会安排 这个人手 这个专才 去做一些专职 通常都是两种 但是很少说 我会买苹果的斩猪肉 斩猪肉的人 去掃地 有很少这样的 而这件事 就是星期六 星期六就已经看得到了 而是否这样呢 当然我不知道 不过就是我改了一个例子 而当我们看到 这个状态的时候 当刻 当刻 都不下跌了 但也不知道外围会有什麽看法 一个读书 一个什麽解读 但是我们今天早上也说 今天早上也说 早上5点多的时候 也不是有什麽反应 7点钟的时候 一开波 就看到秋星 这件事就是 很明显外围 就是用脚去投票 人民币用脚去投票 投票到你今天 都出去了7.29 破了顶 虽然你看到这张图 真的不是太开胃 破了顶 而 无毒有偶 这张图 其实这些灰线 就是黄金比例 很早就破了 破了很久 走到这里 7.64 去到7.64 去到7.64的位置 而 再上 就要100 即是量度幅度 再上去到7.4 破7.3 会上7.4 可能成功 去到7.4 可能差不多 但是 是不是真的这样 也不知道 因为外围的 看法就是 有些不确定性 这件事 我开始在这一刻 我开始担心 之前 因为我们一直在找原因 为什么它跌 为什么它跌 我们有CPI 所谓的债息 所谓的DXY 这一系列的东西 我们可以理解到 我可以解读到 我知道它认为 去到这样的上下 出一些消息 它会反弹 但是现在新的20大的问题 是一个前景的问题 我们主席经常说 门是打开的 门是打开的 但是门打开 有两个解读的 它也只是说门打开 但是门打开 你 入日是门 出日是门 可以有很多解读 我们不知道为什么 所以你确实是这样做的 但是现在人们 他们就知道 用这些投票 告诉你 我是怎么解读 而中午的时候 也看到一篇报道 说Bomberg Bomberg的解读 跟我今早说的 是几乎一致的 都是因为担心这个问题 也都担心 所以为什么他们 最担心的是科技股呢? 首先就是 他是不是真的会做这件事 其实现在不止 现在整体是一个预期 预期就是将来来的监管 将来来的那些 那些一系列 早前说的什么 共同富裕 这些东西 是不是会陆续有来呢? 这些就是资金所担心的一个问题 但是现在就是他的预期 但是问题是否真的会发生 我们不知道 但是现在确实就存在了 这个想法 所以你看到这些东西 在向外 所以 为什么我会担心呢? 就是因为 我也不确定 究竟 是否真的会延续 这个是否真的会延续 如果他说 不是啊 可能他今天看到我们 恒指走了一支 阴烛很大 打了出波的交通道 这条下降跪 我挂了很久 也很久 这条下降距 这个黑色的白背景 就是我自己的户口 很少用的 多数用白色的角度 但是这条线我挂了很久 他真的去到了 我猜不到他去到的 说真心 你问我都猜不到他去到的 那就去到了 那这里会不会有支持呢? 明天会不会有什么消息 刺激 如果他走回一支快指竹 那 那 家威山不算很跟 不至于背驰 但是不算很跟 但是如果他这么大轮 推下来 但是家威山也只是这样 那他有个反弹是不奇怪的 反弹之后会如何呢? 由这一口弹到千几点 我们说整固整固 这里已经弹到千万八点 但是今天 由这一道到这一道 三千点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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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只用了两个星期 多一点 两至三个星期左右 结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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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这个 暂时不知道 再看一天 所以我今天也没有做些什么 看看明天的效果是如何 那 下方的东西 都是背背的 但是这些技术 也不能这么说 因为主要是政治的前景问题 大家各个所想的有点不同 令到大户 专家基金 也有点退却 今年是 今次的状态是比较难处理的 这句留意 不过主要来说 也是ATM ATM三只 昨天在库图 昨天在库图 发了一个 短短短的动态 ATMX真的被人提款 提到腾讯来说 去到二百多元 港交所不跟他有关 都去到二百二十多元 为什么要估这么多呢 港交所不太估计 应该不是十分之大 但是 这也没办法 现在可以走到这些位置 幸好就是这样 但是 手上比较多的收息股 收息股不是怎么下跌 相对来说 还好一点 只是稍为一个调整 所以今天跌了这么多 这三只都跌了10% 正说ATM 再加盟到其他 腔田今天会叮叮一顿 因为英国那边沮小 מאוד 而且对要恢复的好 长江结恢复就是 长河系都是这样 暂时有什么说你能再看 因为这个现在已经不算一般的事 今天就先说到这里,今晚再看看美股 美股今早早已有大一个状态,但暂时会怎样走也会看今晚 希望明天不要太差了,你看到这些,其实DXY就不是很狠走 已经稠稠了,这里应该是亚本,人民币也影响它 所以可能是这样,英镑也好,欧罗也没什么特别弱 还是阴热,有点压力,但也不是特别差 破不了50天,上一条50天,顶住保顶会好些 好了,今天就说到这里,暂时还未知道可以怎样做 先看明天,今天到这里,多谢大家,拜拜